备受期待的美国动画电影《小脚怪》 这一次大玩跨界风 不只请到了好莱坞性感男星 查宁泰坦来大开金嗓高歌 更由美国职业男男的詹黄詹姆士 来献出荧幕处女秀亲自配音 而且还出席了首映会与红地毯 一起来看东森新闻记者杨品俊 来自好莱坞的独家报道 顶着加州耀眼阳光 篮球界的詹黄 洛杉矶呼人队的球星詹姆士 首次协同泰坦跟孩子 一家欢乐先生蓝地毯 加之他首次配音的动画电影《小脚怪》 首次从体育界跨足娱乐圈 不只球迷影迷都疯狂 也让剧中演员到导演 全都大方给出最佳肯定 我喜欢看这个游戏 我是一个球运的运动 所以我很高兴地跟LeBron 我真的很幸运 他在电影里非常有趣 我让他为Lakers赢赢一个赢胞 然后他能够演出独家的城市 而首页会上另一个焦点 就是电影中的配音主角们 主意亮相 引发高潮不断 但是有否可能跨界 来个配音优则唱 性感男星 查寧泰坦 給出答案 他們突然找到一個人 能夠唱歌 然後我試著把他複製 所以我沒有欺負 但我一定不會成為一個歌手 我沒想到出了一首歌 從華納電影《樂高蝙蝠俠》 主張伸張爭議 捍衛城市 那應該是我 全世界最好的朋友 到電影《少年漢將GO》 為熱血Mati友情全力奮戰 新鮮 只有髮型 而這一次華納再出席 透過電影《小腳怪》 要用音樂串起台灣觀眾的赤子之心 大家好在台灣 請來看這部電影 精彩的故事情節 加上好萊塢隱形的親力加盟 讓這部《小腳怪》 早已不是小朋友的專屬 以上是由東日本新聞 楊平俊在好萊塢的財務報導